大家好,这里是飘飘小厨娘,我是飘飘 喜欢吃腌茄子的朋友不要出去买辣 教你在家自己做 方法非常简单 做一次可以吃半年 喜欢的朋友一起往下看吧 做腌茄子大家尽量挑选这种皮比较厚 里面的水分比较少的 这种茄子做出来口感特别好 再加准备一点青红椒 把辣椒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之后放到一边凉凉水分 茄子清洗干净之后 把它的地直接切掉 然后把茄子切成厚片 转刀切成小块 切好以后把它放到一边 锅里边刷上适量的开水 然后把切好的茄子直接倒进锅里边 焯一下水 大概焯水20秒左右 把茄子焯一下水 可以去除茄子里面的铁锈瓦 再把茄子控水捞出来 葡萄烫水的时候 放到纱布里边 挤干里面的水分 盖干水分以后 把它晾晒起来 放到通风的地方 再来准备一些玻璃皮 咱们先给玻璃皮削一下毒 放到蒸笼上以后 直接用大火蒸烧5分钟 5分钟以后把它拿下来 晾干水分备用 辣椒晾干水分以后 把辣椒地直接掰掉 然后再切成小圈 辣椒的量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添加 比较喜欢吃辣的可以多加一些辣椒 如果不喜欢吃辣的可以少放一点点 有一个辣味就行 如果特别喜欢吃辣的 也可以加上一点小米椒 用刀剁碎 剁成这种小碎末就可以拿 再来切一点大蒜 大蒜也切成末 一小块生姜 同样的切成末 切好以后放到一边 这会儿的茄子已经晾好了 里面的水分差不多已经晾干了 把茄子倒进一个无水无油的盆子里边 再把切好的生姜末 蒜末 青红椒 全都加进来 加上一点花椒 倒上适量的盐 盐可以适当的多放一些 加上一点白糖 翻满均匀 尽量做的咸一点 做的稍微咸一点 可以放的时间更久一些 味道差不多的时候 就把它装进瓶子里边 装的时候 稍微装的紧实一些 然后把它盖起来 放在阴凉密封的地方保存起来 腌上五天左右就可以开吃啦 吃的时候也是相当的简单 取出来一些 浆上一点辣椒面 用热油泼一下 少放一点陈醋 搅拌均匀 如果喜欢吃香油的话 还可以倒上一点香油 吃起来更好吃 这样做的腌茄子 既好吃又下饭 关键特别的开胃 非洲下饭都特别香 喜欢的朋友 给您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喜欢本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 留言 收藏 转发哦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视频 这里是飘飘小厨娘 我是飘飘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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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